大会堂 灯光璀璨 气氛热烈 舞台中央悬挂着 同心共筑中国梦 七个红色大字 舞台两侧装饰着寓意 二十时许 习近平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一曲绚丽多姿的歌舞表演 中华民族一家亲 拉开了开幕式文艺晚会 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帷幕 整台晚会由团结篇 发展篇 梦想篇 三个篇章组成 演员们热情奔放的表演 展示了各民族丰富多彩的文化 涌动着中华民族文艺 歌舞山高水长手足情 帷来 群舞盛庄 情景歌舞 快乐的玉米提 要求你 你要去哪裡 同藝術表現形式的節目 熱情歐割了各族兒女 和中共計和諧發展的幸福生活 討未來的堅定決心 全場不時響起熱烈掌聲 最後 伴隨著演員的盡情歡舞 晚會落下帷幕 第五屆全國少數民族文藝會演 由國家民委 文化部 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 和北京市人民政府聯合主辦 演出開始前 習近平等黨和國家領導人 會見了各民族演職人員代表 同他們親切握手 和影留念 劉嚴東 劉啟寶 孫春蘭 栗戰書 郭金龍 楊晶 象八平措 愛麗庚一鳴八海 王政委